歡迎參加 大家好 下一位是編號7號的孫景豪先生 8號的許如致請預備 我是住在林口街80巷的距離 往慈基地北側 預備興建的建築高度 從18樓到23層樓高度不斷 而林口街80巷就位在廣時基地北側 巷寬只有8公尺 住在基地北側 這一間差不多有100多戶的培養 很擔憂嚴重的日道權危機 下一月 未來新的建築物所產生的陰影 將把整個住戶彈彈籠罩 整天都不見便利 我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別讓大家過得不健康 甚至生病 所以理清日照權的問題 有關於日照權 這裡也有一個日照權畫了一個圖 但是我看不懂 我希望這張圖畫的人解釋一下 下一頁 這就是廣時 就是用林區長的這個 我們就是上面林口街80巷的地面 18層到23層 下一張 104年5月12號的西部計畫封展 明確說明了林口街80巷 可應該留色22公尺的帶狀開放空間 因此呢 將來9月的時候 廣師平台拆除之後 依法原地應該做密尾畫 不可以在22公尺帶狀的開放空間裡邊 做任何其他臨時性的用途 下一張 就是上面畫的22公尺 應該用綠畫 本來這個設計就不要綠畫 所以不應該有任何其他的臨時性設施 下一張 出發局長曾經在說明會中 一再強調以烏救樹的觀念進行設計 我們希望除了以烏救樹 比如就列車說保固的老樹 也要能夠保固廣之園區內的大片 十五十年以上具有歷史文化意涵的老樹 呼籲北市府在中共工程規劃設計階段 優先評估樹木原地保留的可行性 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才考慮進行樹木移植 下一張 請看網池的四次九十六項 下一張 就是園區內的樹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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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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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